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打跑 今天继续给兄弟们解说187年的一个福战小组赛的一个比赛 观战方的话是我们橘子州的一个福战团队 这边的话也是斯多林带魔玩赛 女儿村带武装冠化身的一套阵容 这个阵容的话跟我们的鱼岛非常像 对面的话是我们正宝格的一个福战队 开局的话一把 对面是风阵啊 期限大客观战方的一个阴阵啊 对面大堂官府的速度比观战方化身都要快啊 兄弟们直接扫就大堂官府扫过来之后的话 化身才拉反应圈一把金三碟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个比赛的话 被珍宝格提前达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啊 被珍宝格提前达克之后可以看得到 我们观战方的一个法系秒对面秒800点血 兄弟们对面还是一个风系啊 你们就想一下对面的一个法术反应有多高 魔玩赛秒对面秒800点血 接罗汉秒300秒400 赶紧起牛镜啊 而且对面女儿村有医术观战方是不好接大特技的呀兄弟们 观战方有武装官应该可以前挪 对面拉拉拉金刚 哎这一届的话跟兄弟们说一下 这一届我们的一个珍宝格 这一个比赛的话是比较有看点啊 因为珍宝格两个物理系都有啊 大堂官府跟花果山都有了 然后的话法系的话也有神不宁 所以说的话阵容会多变性会比较多一些有神不宁 然后打尖辉的话有普陀 就所以说的话 这一届的珍宝格的话应该实力会比较强一些啊 就上一届珍宝格跟 余岛打决赛的话就上一届没有阵容啊 就物理系没有过来 就打阵容从头到尾就是算风算秒嘛 这一届的话阵容会多变一些 就对手的话不好捉摸 就珍宝格到底是会上一套什么样的一个阵容啊 就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就普普通通的一个复战队 被珍宝格大克 我们来看一下对面的一个打法有多凶悍啊 OK给女儿春起流云 要拿女儿春的一个艺术 我们来看对面会不会点啊 按道理来说的话要出宝宝 出宝宝没有点 或许 点人心出了宝宝 对面奇妙 下一回来对面是有机会可以点人啊 秦山点 下宝宝山还可以啊 对面下一回来宝宝起来可以点人 女儿春有意思 对吧女儿春封一个化身宝 大山官府就可以了 要点的话看一下点谁啊 要点的话点法系也可以 来看一下对面怎么操作 女儿春选择笑几参刀笑化身 这个时候化身应该不会放特技啊 对吧 因为化身更多的这个时候 要把自己的人心给叠起来 你放特技是没有什么意义啊 这个时候被效忠我都去吃死真的 兄弟们不可能能被效忠 这化身是百分之百要 要叠火血 不可能被效忠对不对 化身这个时候要叠火血啊 保我们的斯托引起来有一把火血啊 就说一说的话 就这把笑的话 对吧 没有效好 这把笑的话没有效好 罗汉秒400 就复战队我跟你说 就能打复战的队伍 你说观战番法系没有16段 是不可能的 兄弟们 观战番这个法系 没有个1516加10 这样的硬件 他是不可能可以打复战的 你们能懂我的意思吗 16段的硬件秒 对面珍宝格秒400点血兄弟们 没有起盾秒300 就对面就会觉得怎么说呢 送愤怒多少了真的 送愤怒都不够 你送我愤怒 我都觉得你秒的三害低啊 兄弟们 请想点 下一把对面是有点人的机会啊 要点的话就肯定是要点斯托尼 我跟你说 要点一定会点斯托尼 因为法系没有用 打不动 我跟这边甩无魂 看一下对面大灯光不点不点 这边走轻轻 对面地府速度卡的很死啊 地府这个门牌是不需要什么浮云神马的 你懂吧 就要卡速度卡的比较死 对面田无魂了 因为地府速度如果说乱敏的话 比观战翻卡速要快的话 就容易被轻轻 斯托尼飞机三害 也还马马虎虎吧 只能说马马虎虎 好吧 因为我们经常看钓鱼岛那个斯托尼开飞机 对吧 现在的斯托尼就是分为两个门牌 一个门牌就是利民玩家 一个门牌叫斯托尼 好吧 比赛六回合啊 观战翻好像是没有什么风头啊 因为摩安寨秒不动 这个摩安寨也不敢起牛镜啊 就说他们 如果说看到我这把解说的话 肯定会想 这摩安寨三害这么低 怎么不起牛镜呢 因为对面有地府啊 可以去散 利风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起牛镜的 因为对面地府啊 很有空可以驱散了 可以把你的状态给驱散掉 就你顺风的话你可以起啊 你像鱼岛啊 那个对我一直压着对面打 对面地府要出宝啊 要毒啊 要回水啊 就可能说没有空管你 就你这种利风法 法系没有办法 OK 对面好像是驱散点的吧 是不是驱散点的 刚才没有注意啊 第三刀9116真的 这三害 三刀直接空气 空气 群秒 法系秒法系群秒8300 观战翻秒对面 还行还行 没有830 对面秒8300 这边秒830 不好打呀 平民复战队 遇见 对吧 复战豪门 真宝哥 把观战翻 一个队伍花一千万 对面一个队伍花 一个多亿 对不对 完全 而且观战翻是没有医术啊 医术在对面女儿村啊 有观战翻 罗汉都接不起 虽然下一会儿 可以笑一下 月官在梦游啊 这个兄弟愤怒 是肯定要够的 脚下有塔 被恶爆了脸吧 这个老炮砍大刀的话 也就是画碗团队 里面的那个斯多宁啊 你说对面这硬件 化身对吧 法系也秒不动 史多宁也飞不动 对吧 笑的月官在梦游 很明显嘛 被爆了一把 笑了脸吧 大队官我很少先进 加官会没有什么用了 耽误时间 我跟你说 打这种局 只有泛气 才是你最好的归宿 多打一秒钟都是折磨 我跟你说 第四回合 对面可以出地 出地厅了 好吧第四回合了 下回合 对面可以出地厅了 多打一秒钟都是折磨 我跟你说 物理系 倒地之后的话 对面可以出那种全魔的地厅啊 可以出那种慢地厅啊 比你的法系稍微快一点啊 或者 比你法系慢 化身加肚截精神也没有关系啊 对面可以给你玩全魔地厅了 兄弟们 对面黄金之七抓女儿春啊 怕女儿春把速度给抢回来 有刺涵 看一下 会不会选择出地厅啊 演唱消失完了 大团官府跟法系都可以出 出两个 对对对对 来了兄弟们 出两个 法系都没有秒到 那就证明这两个地厅的速度 比这两个退出要慢一些 那证明这两个地厅的话 威力非常足啊 魔力点加的比较多 有须弥真言 魔力点加的多 伤害就高 加成的伤害就多 下一把 我跟你说 这两个地厅哈出来 比赛game over 大团官府少一个 我跟你说 就出两个全魔的地厅 比你法系慢的无所谓 大团官府很少先军 魔玩战就可以了 很简单 对吧 大团官府少你的魔玩战就可以了 对吧 两边的话均衡输出 两个地厅都都加底 对吧 两个地厅一个地厅加一个底 大团官府少魔玩战 开不见 百分之百是少魔玩战 不少魔玩战我吃死 就可能这个地厅比法系都要慢啊 兄弟们 对吧 少你的魔玩战全魔的 这个魔玩战看行还可以啊 少不太动啊 这个魔玩战的话 繁衣加的比较高啊 飞杀走私 OK清掉一个 哎呦 秒地厅秒不死 真 这魔玩战不是全魔的呀 魔玩战居然 群秒秒不死地厅 那两个地厅出手 比赛没了呀 每个地厅都有敌 对吧 秒峰系3900 这边还有 OK 女儿穿顶不住了 要翘了 OK 这边还有一个还没有开 开锁的地厅 这个地厅更慢了 这一秒 保全飞 现在有地厅啊 打比赛有优势的话 清产能力太快了 兄弟们 地厅秒完之后应该啥也没有了 啥也没有了 好 OK 还好 还留一个化身 另外一束女儿穿换顺法就可以了 很简单 出其不意 加一次 叠一层一次顺法 奔临奏 再请你吃一套 比赛结束 再换 好吧 比赛结束 下期比赛 我们再这样一会儿 对吧 这种平民 对这种超级号能 打不了 好